8月27号 中国内地第一家开市客在上海开业现场火爆 不少的消费者甚至凌晨就赶去排队 不过这两天 开市客又传出了消费者排队退卡的消息 昨天中午 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敏航区的开市客门店 虽然是工作日 外面下着雨 但是入口处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 旁边摆放着排队一小时的提示牌 但与开业前几天的火爆场面相比 客流量已经明显有所减少 而记者采访发现 确实有些顾客是来退卡的 随后 记者跟随这位消费者从另一个口进入卖场 记者看到现场没有专门的退卡处 如果需要退卡 可以排在退货的队列里 当时排队的一共有十多位消费者 经过询问 发现其中退卡的有四位 至于选择退卡的原因 消费者也是各有考虑 不同于其他零售商的盈利模式 开市客主要靠收取会员费获利 目前上海开市客的会员年费为299元 自开业以来 其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 而按照开市客的规章制度 在会员卡有效期限内 会员可以随时取消会员卡 并且全额退还当年度会员费 不过退卡后6个月才能再次申请 此外 针对部分商品涨价的消息 记者进入卖场后看到 开业前三天 售价为1498元一瓶的飞天茅台 已经售庆 原本卖919元的五粮液 也调价到了1069.9元了 1.5元